人死了 第一个地方去了 在地狱有一个山的哦 他们还在那个灵界 就是灵界 就是一个checkpoint啊 好像custom 对对对 一个checkpoint 这样custom 然后那些因果要被惩罚的啊 他们的眼睛是不能够开的 他的名字叫星头山 他们会被丢下去 就是有缘的灵才看得到的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 季舍满堂的 多远的show 我是你们吧 我是Yzandra 我是你们的生活 Simon 那今天呢 我们又回来到我们的 拉你下地狱 OMG OMG 我不期待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集我是吓个半死 OK 我已经被自己吓到了 OK 你们要知道哦 我是百物是Yzandra 知道吗 我看过所有的灵 看过所有的灵界很多东西 要摸鬼怪啊 之类的都好 但是我那天看到那个东西啊 真的 这心脏不耐力就对了 我已经要 你知道我要缓多久嘛 我真的 心脏一直在跳 就是一直没办法 所以啊 这个东西已经是超越 超越维度了 OK 超越这个维度会出现的东西 所以 你们要明白一下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拉你下地狱 我们就要来讲什么是 星头山 诶 你们知道吗 原来哦 在地狱有一个山的哦 然后这个山很特别的 它的名字叫 星头山 就是你的星 星头山 对 你知道这个星头山很特别哦 它有两种人可以 就是 有两种人 有一种是好人 就是有这些功德的人 另外一种呢 是坏人 然后呢 你们知道吗 这个星头山的那个名字啊 它是整个金光山山 整个佛光普照 整个亮亮亮 金色的 然后呢 它的名字 它的山就有一个名字叫 这个星头山 对 在那边 但是很奇怪哦 只有有缘人才看得到 嗯? 就是每个人有看到 不是 就是有缘的灵才看得到 有缘的灵才看到这个金山 对 这个金头山的名字 它的名字 哦 看到它的名字 它的名字 就叫那个星头山 它的名字 但是山每个人看到 但是名字 有缘人看到 对 而且哦 他们会看到两种 那个山的话 他们 那个名字 他们看不到 有缘人就这样讲 有那个功德圆满的人 可以上到天堂的人 才会看到 所以 它是星头山 每一天啊 就很像阴阳那样子 然后呢 你会看到啊 看见啊 他们就 哇 这么这样子 金光山山 亮亮的 他们的魂就往上飞 是哦 啊 然后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因果的 要下地狱惩罚的 那一种呢 在哪里 知道吗 他们去到星头山 他们看那个 明明啊 人家看到星头山 是亮亮 光光的 然后金色 金光山山 佛光头照 但是他看到是整个暗到晚的 然后很恐怖的 但是有山啊 啊 对 有山 有一个山 然后啊 你知道吗 那些因果要被惩罚的啊 他们的眼睛是不能够开的 你知道吗 他们眼睛不能够开 关着是暗到晚 然后他们只知道那个山是暗的 然后那个风啊 是刺他们眼睛的 整个是阴风来的 然后呢 他们会被丢下去 就从山上丢下去 他们是在山上 他们就是在那个山周围 然后就一直被丢下去 一直被丢下去 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地方啊 他们跑到星头山的时候 然后做好事前世 就是生前做好事就上天堂 就上去 然后他们也看到哇 金光神神啊 佛光普照 这样子 然后呢 那些阴的啊 坏的啊 就被丢了去 而且眼睛开不到 很奇怪了 看不到 对 然后就一直大喊大叫 而且这个星头上很恐怖 啊 就大喊大叫 然后呢 那些飞上去的 他们只 也听不到他们尖叫 他们只听到 妙乐音 就是那种 呃 佛光普照的声音 那种 啊对 那种经文的声音 啊什么 然后就上去 这样子 但是呢 那种坏的 他们就只听到 啊 尖叫 很恐怖 我跟他们讲 然后那个风啊 是那种可以刺到你的骨头 就那种很恐怖很恐怖的 音风 然后啊 就是 你不碰了 你眼睛不能开就对了 就是你 你的眼睛就开不到就对了 因为他那个风啊 那眼 你那个风啊 他不是普通的风 你知道吗 他的风啊 里面呢 不只是冷啊 他里面还有东西的 真 然后那个东西啊 不管什么东西啊 反正有真有什么 什么都好啦 反正就是地狱里面的东西 OK 也不用讲到 这样详细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 会弄到你的就对了 然后那个风啊 吹到他们 全部都很痛了 对 整个完全眼睛也睁不开 救命啊 对 但是他们看到那个山 看不到 他们看到 没有 他们看到那个山 他们看到山 但是他看得到那个山 是阴的 黑的 暗的 对 很像很多那种怪怪恐怖的东西 这样子的 啊 所以的话就有想到一个东西了 你知道那个塔罗牌里面有一个牌 对 叫Tower 就是塔罗牌里面呢 有一张牌啊 是全部 像我们巫师或者塔罗是最不想抽到那个牌 对 那个就是叫宝塔 那个宝塔牌就是叫The Tower 是22个主牌的其中一个是我们最不喜欢抽到牌 因为那个牌呢 就是disaster 就是最多问题的牌 然后呢是最恐怖的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牌挂出现那个牌啊 你要去拜拜一下 你要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是有些人说那个牌又很好啊 因为转变transformation 这样子 所以但是通常是安慰自己 有我知道啦 你要改善啊 对不对 你有一个改善 但是你要经过那个宝塔先才可以改善 是有好的后面 但是你要经过那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不要啦 真的不要 没有好的 对我来讲 没有好的那个东西 那个牌 所以我就想到那个 因为那个牌也是这样子 它是那个整个宝塔这样子 就是像那个山 然后也是暗暗黑黑的 然后会打雷这样子 然后也是有人这样 然后这样丢下去 你们可以注意看那个塔罗牌 啊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让我想到这个 所以这个星头山啊是怎样呢 就是那些人去世了过后啊 他们就来到这边 所以因为很多人讲啊 我们去世了去到哪里嘛 那很多人会讲 我们先去到阴阳界 那其实人死了第一 第一个地方去哪里呢 人死了第一个地方去哪里 去丙报 错 因为呢 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像你以为就是在阴阳界 对吗 对 阴阳界就是那个 registration的饼炮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是错的 其实啊 真正来说的话 他们是去到星头山这样 这个星头山是在灵界 还是在地域啊 在灵界的 灵界这个星头山 所以他还不算叫地狱 他还不算到地狱 他就还在灵界那边 就是灵界的半中间吗 对 就是灵界他有这个阴阳 所以他在灵界的话 他就是有这个阴跟阳 那他下到地狱的时候 他就完全是阴到完的 对 对 所以他在灵界才有阴阳的 在地狱没有阳 只有阴 然后天上就只有阳 然后他只有在灵界跟 半中间的才有阴阳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讲 哎呦死了过后 我们就直接去register 去做那个 像报道这样子 然后看你是生前做好事做坏事 那个其实已经到阴阳界了 那个阴阳界已经是 其实阴阳界我们可以讲多一集 但其实阴阳界是什么呢 很多人不懂 他们以为是阴阳界 其实这个星头山啊 他的下面就是阴阳界 他的下面 对就是被丢下去 所以如果是讲的 你生前可能有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你也是有做了一些坏事 你也是会被丢下去的 所以你要超级无敌 功德圆满的 去悟道啊 什么佛光啊 完全就是整个悟道啊 成佛了 你才会上去 所以你会直接来 哎呦直接 first class ticket上去先 但是先看到这个山 对 是先看到 是先去到这个星头山 然后 不是上就是下 对他是自动的 你知道吗 他是自动的 好像那个电梯 没有 他是自动的 他是自动的 就是讲啊 如果啊 你是这个功德啊 还是什么啊 他是自动的 他是怎样计算呢 就是跟你的因果 跟功德计算的 这样子 然后他就自动了 那个 那个零啊 什么 多啦 对 因为 因为只有那种 功德圆满的人 才看到那个星头山的字 亮亮的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这样子 你知道他们要怎样 为什么会上去啊 因为他们讲 哇 这么漂亮的 这么漂亮的 然后他们就慢慢慢慢上去了 这样你下去阴阳界 是不是还有禀报呢 对 那个阴阳界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禀报报到处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讲 诶 第一个死了的话一定是去阴阳界 其实是不对 第一个是我们先去那个星头山先 因为星头山的话呢 因为他们全部人就是会去看 就讲哦 我今天来到星头山 所以 只有 诶你们有听过吗 他们讲啊 真相跟佛法那些 佛经里面的正道正物啊 只有在 有缘分的人 功德圆满的人 才可以看到 对 这个星头山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只有有缘分 功德 够功德圆满的人 才可以看到 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山啊 对 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山 不会 完全 迷路看不到这个山啊 没有 他看到那个山 但是呢 那个山 是亮亮 佛光 土照 美美 金色的 还是黑黑暗暗 全部雷的 就是 每个人看到不一样 这样子 所以的话 这个是 其实这个星头山是有点恐怖 所以 如果你做坏事 你一定觉得很怕 但是如果你做好事 你就觉得 哦 很好很好 这个山是什么来的呢 这代表什么 就是给他分 分级的 这样子 所以他已经走了啊 他们到那边先啊 就是一个 他们还在那个灵界 就是灵界 就是一个checkpoint 好像custom 对对对 一个checkpoint 这样custom 然后呢 好像比如说 OK 你今天啊 你是first class 你first class 一定上飞机先的嘛 你是坐头等舱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先first class 你先上去哦 然后呢 剩下的 你没有first class 你普通economy嘛 你要下去报道先哦 你要排队哦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整个啊 那个地狱啊 就很像什么 一个custom这样子 那个整个地狱啊 那个星头上 还有分的哦 你知道啊 我在那个因果跟佛法里面啊 因果跟那个福报里面啊 他是没有计算你的钱比较多 因为我们在这边地狱球啊 就是算钱嘛 你的钱比较多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first class 对不对 但是呢 地狱的话 他们是怎样计算 灵界他们怎样计算呢 就是以功德来计算 你的功德比较多 你就first class上去 对 所以有很多人就讲啊 诶 你赚很多钱 但是你带不走 你有很多名很多利很多权 你带不走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因为呢 你如果眼睛一闭啊 你走了过后啊 你是带不走那样东西 你只能够唯一啊 能够带走的就是 你深浅那个功德 就是你的钱 深厚的钱 就是来的空空 走的空空 对 所以能够带走的是什么 只有你的福报哦 福报英国哦 所以就是 这个都是很好笑 所以啊 我能够如果 你们要我讲这个 灵界的这个 呃 星头山啊 我只能跟你讲呢 就是 first class ticket 跟economic class ticket 像我们每个人啊 嗯 虽然现在已经转换了多少事了 对 就我们每个人都见过这个 金头山哦 金头山 诶 星头山 什么东西 就我们每个人都见过这个 星头山 哦 可能如果你 对 一定 诶 你有喝梦婆汤的吗 before转世 一定要喝梦婆汤的吗 这样 这样那些转上去的 还会回来做人吗 哦 我跟你们讲 这个呢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OK 我们是讲 拉里下地狱 你怎么要拉去天堂 哈哈哈 就我们一个 欢迎来到 拉里上天堂 就我们 我们全部是从地狱出来的 没有 不是 没有 诶 你知道天堂有一个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地狱存在啊 你知道当你的福报用完啊 你在上面的时候啊 你在天堂 你福报用完了你也是会下回去的 哦 在上面的福报用完还会下 对 除非你 我还以为 永久 因为他也是在六道 他也是在六道 哦 他也是在六道里面叫天堂嘛 所以你还在上面的时候呢 你福报一用完你就会跌 除非你真正的脱离痛苦去 离开六道轮回 离开这个六道了 你往生极乐世界了 你就不会再下了 我还以为是永久的 没有 那种 诶你以为你的钱不会花完啊 你福报不会花完的咩 是不是 你想完福了 过后时间到了啊 然后就跌了咯 对不对 但这样应该很多人悟到啦 对 很多人想啊 上去就永久在那里面 真的 哪有 人家以为啊 上天堂了 我永远在天堂 其实不是 就你福报一晚了 你直接会降落 降落 降落 这样 就掉下来 永久千证在天堂 没有 唯一的 平安了 我跟你们讲 唯一的永久千证在天堂啊 只有佛跟菩萨罢罢 就是极乐世界 对 极乐世界罢了 没有了 真的 哇 这样我们每次 只要是做人过后 这样那些动物也是会见到 对 对 都是会 不管它是什么 都好 它转世是什么都好 它还是那个灵 他们没有一个形态的 不管是什么 它还是一个灵 然后呢 你所谓看到什么 出生到它可能是狗狗 可能是猫猫 或者是可能它是狐狸 可能它是大象 那个是一个皮罢了 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们是人皮 所以地狱有一句话叫做人皮难遇见 就是讲 人皮 是很难买到的 所以我们得到做人是有一个缘分的 因为蚂蚁的皮 蟑螂的皮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有这个符报拿到人的皮 你要还这个钱 就是用你的符报去还到 可以拿到人的身 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符报在那边 所以的话我们讲人皮难买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因为他们的currency 因为我们这里的currency的话 我们的这个汇率 是用纸币嘛 钱嘛 对不对 他们楼下的那个汇率是英国跟那个福报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临界的汇率 嗯 所以其实有一个banker咯 在那边咯 就是金爷这样 哈哈哈 对 金爷就是那边的banker 他就是在那边算咯 所以咯 他是算什么 他不是算钱 很多人讲金爷算钱 其实他不是算钱 他是算你那个钱过去 帮了多少的福报进去 对 对 不私的这个能量在那边 啊 这样你们要记得啊 如果见到要记得这个叫星头山 对 星头山对 所以你看到不管是亮亮啊 还是暗暗 你的时候可能你去了过后 你应该就懂了 当然希望每个人看到星头山亮亮嘛 对嘛 所以要看到黑暗黑暗哦 对啊 所以不要做因果就是这样子咯 啊所以啊很多人讲阴阳阶阴阴阳阶 诶我死了我要去找大二爷去registration 诶你要这样快registration先 你要去经过灵界 他其实像一个portal 你的时候像portal 就是讲一个 怎样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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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界 一个结界 一个结界 到一个地方 所以你从人 到灵体 中间 你要经过这个结界 进到去了 你就会看到这个星头山 可是我我听说啦 有些人啊过世了嘞 他们会拿钱给他 对 可能他要做成过一个盒 对 那个是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给他们看到 这样子 所以你看比如说点灯给他 你因为很多点蜡烛嘛 死了过后 那点蜡烛是因为做什么 要给他开路给他这样子过 然后看到钱啊 有什么是给他 希望他之后可以用到 或者是可能要贿赂 这个是他们人的想法啦 我还以为 人的想法罢了 我还以为他们拿给这个钱啊 就是要去还那个 在他过这个河的那个爬船 就是做grab 这是人的想法 你有听过吗 你没有听过吗 真的真的 他们死了 他们会放银币啊 那个Coin啊 对 在他们的身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是讲 可能他要过这个小船 那个人爬 爬他过去河了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已经讲了 那个是一个能量跟功德 所以如果那个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 他是很辛苦的 他们这些人呢 为什么会放这个钱在那边呢 就是要他们的这些能量 功德 给这个死亡的人 这个功德的能量 可以保护着他 让他去过这个路的时候 不要这样辛苦 不然他过这个路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会放钱跟放灯 灯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怕他看不到路 对 然后就点一个灯给他去 去给他看到路 然后那个钱的话呢 就是那个能量 他们觉得 这样子是可以帮助到他 去不要这样辛苦的过 然后有些人会讲 贿赂那个官员 但是其实他不是贿赂啦 他是一个能量福报去包围他 让他不要这样辛苦的走 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大家不要再讲 第一个见到大二爷 第一个就下到registration 还没有这样快了吗 因为大二爷他不是在临界的 那是过了海关过后才进 对 大二爷没有在临界里面 他是在地狱里面的 你知道吗 他是在地狱等着你 所以你看到大二爷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做错事了 所以你们进到这个星头山 对 either上或者下 那你下的时候 你过了这个海关 你就是排队看你要去哪个部门 对 他有分部门 对对对对 他有custom 去这边 他就借你 他就借你 他们就排队在那边 拿着一个名单借你 对 你去VIP房 你去VVIP房 你去小VIP房 不一样地方 对 所以的话很多 地狱很大 反正就是 永远很多人 地狱不空 每个都很满 算恐怖一下 算恐怖对不对 但是这个星头山我觉得还好吗 对不对 第一个地方 你做坏事很不好了 但是你做好事我觉得ok 亮亮啊美美这样 是不是 所以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拉你下地狱 给你来看第一个 我们先来第一站 我们就是去星头山先 ok 所以的话你们是不是很觉得很好奇 我一直以为是银阳界 我一直以为要去Custom先 怎么现在跟我讲是去星头山 对就是去星头山 ok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一集的 拉你下地狱的话 在楼下comment 你有看到什么 你想法什么 在下面留言 关于这个拉你下地狱 还有想要知道 关于地狱的什么 都在下面留言哦 然后我们都会看 然后帮你们安排 然后呢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不要忘记去follow 我们的所有的account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 选学的内容 更多更多 分享给大家 还有的话呢 记得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我们即时晚航 对龙show 每天晚上七点 准时发布影片 每天晚上七点 准时发布影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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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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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